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憑著相愛 憑著誠實 憑著對彼此的承諾 我想最重要的是給彼此勇氣 一起走下去 一起活到老 謝謝 謝謝許又生大哥 你們看這邊有人做個牌子 最愛許又生 我們再次給許又生大哥一個掌聲 好不好 非常謝謝他 今天願意出席 我們要在這裡 算是思念我們很好的一個朋友 兩年前的年底 他離開了我們 我們當然很不捨 我們今天在這裡 作為家文的生活夥伴 工作夥伴和運動夥伴 他真的就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跟家人一樣 甚至更親 在這裡我們要紀念的家文 不是他的個人 我認為 家文就跟我們在座的 包含我們舞台上的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們都在為 運動 努力 而且要一直努力下去 我們在這個現場 懷念了貝蒂夫人 鄭宏 懷念了大餅 而跟他們一起合作 許久的紅鱗金粉 今天也要獻出他們對於這兩位朋友的思念 讓我們掌聲歡迎紅鱗金粉帶來的紀念我們的兩位朋友的節目 歡迎 你從不知道我想做的 不只是毛皮女孩 你從不知道我想做的 不只是乖乖乖 你從不知道我想做的 不只是無聊的未來 你從不知道我想做的 不只是把心打開 其實你從不知道 你從不知道 我還是當初那個小孩 我們知道 到底他因為吸毒 做了一些脫序的行為 也雖然 他可能沒有這麼多激勵人心的話語 但是 我們知道 當他沒有吸毒的時候 他的態度 是用做的 而不是用說的 他用他的歌 用他的表演 用他的創作 以及他每一年 來為同志遊行站台 他的態度 一直都在我們身邊 默默的讓我們感受到 光輝 以及鼓勵 帶走我所有祝福和回憶 帶走我所有祝福和回憶 是因為我們 是志祺 是因為我們 是志祺 是因為我們 是志祺 加油 我要告訴我的哥哥 我要告訴我的哥哥 我每天 都很想念他 所以 謝謝你大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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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志祺 我覺得我歌是很勇敢的 那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個比較前衛的風氣 有一部分我覺得真的要歸功於我的大哥 所以我希望大家 所有的各位朋友們 如果你現在還在in the closet 我是一個英文老師 你還在櫃子裡面的話呢 請你馬上come out 我是同性戀 我是同性戀 我沒有罪 我沒有罪 戀愛是人權 我相信我哥哥很高興 他能夠獲封永遠的彩虹大使這頭銜 永遠的彩虹大使 表示他多年來所相信的 所努力實踐的得到了肯定 也讓他在同志運動的歷史上 留下一份不可抹滅的紀錄 而當然 身為家屬的我們 對此也感到很驕傲 尤其是我們的母親 鏡虹 在這世界上最愛的女人 最親密的戰友 我是鏡虹的媽媽 她可能比各位 稍微幸運一點的話 就是我是她最好的革命夥伴 我永遠支持她 去年的今天 鏡虹她參與策劃整個的遊行活動之一 那我也參加了全部的遊行的旅程 走了很多的路 平常我很少走路 那天沒有穿高跟鞋 就是為了要驗證我支持我兒子的精神跟毅力 我做到了 那今年她三月走了 我今天還是來參加 看到有這麼多的朋友們 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想我的心態是不變的 我希望我以一個母親的身份 能夠有機會去協助任何需要協助的人 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夠接受 因為人 我整個認為人是在做他自己 所以我認為每一個人你們都不需要恐懼 你只要勇敢的表態 一定絕對最後你是會勝利的 十二年前 我因為受到了志偉的開示 所以呢看見了自己對同志的偏見 也因此我開始去聆聽我的孩子們 他們對於同志的看法 令我訝異的是 有十分之九的孩子告訴我 如果他們發現自己是同志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自殺 我不知道自己要多少的努力 才可以阻止這樣的憾事發生 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做 就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我們很擔心這樣的不當開發會在東發東海岸上演 所以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也很相信 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分族群不分男女 我們可以共同使用我們的海域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土地上有尊嚴的長大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請大家 除了我們也會跟大家講同志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關心我們反美另外一體 我們拿了這一面旗呢 從高雄8月18號開始呢 就是由各個同志社團的接力的方式去環島 然後呢就是一個一個社團 然後就是他們要自己想辦法在那個 他們自己的城市裡面拿這個旗子去跟很多護政事務所拍照 或是跟一些有歷史紀念意義的同志事件的地點 或是空間來做這個合照的動作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放這個影片 然後本來應該要介紹 可是其實影片本身就很豐富了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看這個影片 我們希望這片旗子飄到每個地方 然後如果你住在那個地方 你會知道你不孤單 或者是你帶著這個旗子在你自己的家鄉 你要告訴你自己 我們不是今天來這裡 我們才能當同志 我們在自己的家也可以當同志 身為同志 在目前異性戀主流的社會 我們長背頭以異樣的眼光 明知道這是一條不好走的路 但是我們還是義無反顧的走下去 這是勇氣 也是我們的宿命 我們在這邊運動 我們在這邊勾舞 我們在這邊聚在一起 大聲宣示我們的存在 但是活動結束以後 我們又回到忍者般的生活 我們在社會各處隱藏著 衛裝著 明哲保身 請問 什麼時候我們在這個社會裡 我們存在的正當性 才能真正的被社會所接受 而不是只是同情 我們香港到現在也沒有 反正 心向歧視的法律 但是我希望在我這四年的應急裡面 能夠成功 你們會支持我們香港朋友嗎 在最後 我十月十號在日法會 算四的時候 我加了兩句 詩詞就是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迎續努力 謝謝 謝謝